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 來嗆一聲 很好聽的聲音 所有第一的痛苦 要停止7秒 來,今天的主題講講老虎 這隻老虎啊,Tiger 開中咪就跟你講啊 Tiger,Tiger 那這隻老虎在2024年的運勢如何 一樣啦 我不是常講那一件事嗎 你為什麼會投胎當老虎 你為什麼投胎當龍 你為什麼投胎當蛇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來世果 今生做者是 要切記 老虎這一個個性 老虎這一個生肖 如果你八字當中 再有七少 兩個 一個還好 如果兩個 你這位子很難安定 所以如果你是屬老虎 又有七少的人 一般來講我的建議 我專業建議啊 灰的可以啦 如果你要做白的 軍人警察可以啦 律師 啊律師就很難考 檢察官更難考 軍人警察比較好進去嘛 生活不安定 有時候跑來跑去的 這個格局比較好 你不要想安定 張老師的不安定 不是跟你講 三餐不激激的 一下風雨飄搖 居雨定走 不是 而是那個格局 好像 哇 我明天要有什麼情路 欸我等一下幾點 我怎麼去 這個就是不安定 不是那個我講的不好的 是所謂的這種不安定 齁 那你這隻老虎 你在今年 2024今年 整年總是偏財 那不是開眾咪跟你講嗎 偏財 你白道哪有什麼偏財 不是跟你講灰的嗎 齁 原則上來講奇怪 十二生肖看起來 給偏的老很多 偏的最怕什麼 偏的最怕兩個政官站在一起 啊那個官就是政府的力量 如果你做偏的黑的 兩個政官站在一起 就是 他要官官相互啊 官官相互這一個官要抓 派出所分級要抓 後面的也是要抓 阿利文系耶 所以要注意看啊 他這個明明當中 自有安排 不過天怎麼安排都是最好 請你們不要埋怨 齁 那你今年總是偏財 偏財在跟你講 灰的最好 那如果你在做 益次元空間的 代客洗衣服 齁 代客處理業務 一定賺 好 你在農曆的2024 今年 你整年的舒適程度不高 33% 可能 業障 業力要引爆 齁 你要注意這個點 33% 大概就是跟你講 三個月才一個月好 所以你在農曆2024 假成年這個年 一定要稍微低調齁 現在講 不好的年 欸 不好的月份 你不好的月份有8個 最差的月份有5個 來 農曆的3 4 5 6 12 你看 3 4 5 6 12 第二個不好的 7 8 9 所以我也在跟你講 數老五的 你在2024年 不如放空 當然不能說躺平 也就是說你在做什麼事 稍微低調一點 一定要低調 內斂 不要再講 齁 因為你走的是偏財 如果你在灰色地帶 賺很多錢 為什麼不好 一定要低調 有沒有 槍打出頭鳥 懂不懂 低調 低調 再低調 我們就是浦龍宮 我們就是路人甲 懂不懂 現在人很相反 我有錢 馬薩拉蒂的 有沒有 法拉利 然後戴那個名牌手錶 然後前身是潮 潮梯是不是 你只要穿那個泡泡的 誰理你 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理論上來講 那個8個月份都不好 3 4 5 6 7 8 9 12 那你最好的月份 只有一個 最好的10月份 再過來農曆的 1 2 11 次好 也就是說 你在這個隔離當中 4個月好 8個月不好 所以我也在跟你講 如果你有很多重要事要決定 儘量把它移到農曆10月份 農曆1 農曆2 農曆11 好現在講男生 男生現在講講你的財 如果你是在做那一種 比較特殊產業的 來你的財相當多 3月份 3 6 9 12 那一般來講的話 很多人還是做白道 那白道的話 你的財 男生喔 屬老五的 大概在農曆的6跟12 比較正 農曆的3月份跟9月份 比較屬於偏的 偏門 那注意聽喔 那個論述不一樣 這個是 流年跟流月 將來講到流月又扯到流日 那個顏色會拉扯 顏色 老師學的是奇門鈍甲 老師學的是茅山倒數 講的是符咒印 他不是說 你這個就這樣 他有一個基本的 那你每個月 還有每個月可以調整一點顏色 這樣才對啦 大概不會說 叫你喝紅酒喝一輩子 其實你不想吃 有時候可以講 你吃吃起司 吃吃沙拉 喝喝紅酒 喝喝白酒 不是這樣搭配嗎 一定要跟你講 農曆的3月 農曆的9月走偏一定賺 如果你現在在灰色地帶 農曆的3、9一定賺 農曆的62也會賺 但是賺的力道不強 反之 我就白倒了啊 我現在在上班 我在賣一個東西 我在政府的機構上班 我又屬老虎 那大概在農曆的 農曆的6月10月 有很多錢過來 那農曆3月9月可能是 上面發一點 拖案獎金啊 什麼祭司獎金啊 都有很多獎金可以拿 操作不一樣 如果你是女生咧 老師啊 我是弱女子 我一看 唉唷 這麼大隻 你應該說老師我是女子 不要說加個弱女子 老師啊 我要知道我這屬老虎 我這個桃花在什麼地方 一般來講是這樣看 一般來講一定要注意這個點 因為你是屬老虎的 你這個桃花比較會繞在農曆的7跟8 農曆的7月8月要注意 為什麼 因為農曆的7月這個男生比較年輕 喔 農曆8月比較憨厚 所以你可以集中你的火力啦 農曆7、8 因為喔 你今年好的運不是太高 因為你今年的 所以農曆7月8月你就放開個心胸嘛 量變產生質變 什麼叫量變 現在你只教一個男生 他是1分之1等於全部 你的天 如果你教10個男生 我是教你方便 不要會錯誘 我沒有教你隨便 我說你認識10個男生 每個男生10分之1 你就不會太乖 所以要注意喔 人啦 我們這個人 活在這個世界上 活在這個社會上 幹什麼 trial and error 人就是在嘗試 然後來錯誤 錯誤之後 怎麼樣修正嘛 對不對 叫你不要去創業 你只要創業 創業失敗 我也不能打你罵你 還再來創業 Aber try Aber fail no matter try again fail again but fail better 翻作中文 去做沒關係 去失敗沒關係 不要掛愛 再做 再失敗 但是這次失敗 要比上次好 那個是北愛爾蘭是不是 same you back 我有時候很難過的時候 很累的時候 都拿來鼓勵自己 Aber try Aber fail no matter 沒什麼要緊啦 再來試一遍啦 但是你不能每次都 在那個地方失誤 這次要比上次 失敗得更漂亮 聽好 不成功也不要去成人 不知道哪個 哪個混蛋講的 不成功就成人 如果不成功就要成人 我們偉大的孫中山國父 不是死十次的嗎 他不是革命十次失敗嗎 那外面那麼多人欠債的 哈 不成功就成人 那不是一大堆人都死光嗎 誰跟你講 張老師不是常常跟你講嗎 三年風吹 三年雨淋 三年日曬 他們就失敗你啊 每次失敗都要去自殺 也不要說什麼破釜成舟 那個書是拿來看 拿來讀的 不是拿來用 齁你們要注意啊 真的書要傳遞的意思是 要看他背後齁 不要再看他那個表面文章 跟他拼的 五一乳皆亡 往你個頭啦 神經病 宇宙之間萬法皆空 為金錢不空 你注意看 操縱這個全世界的政治 什麼東西的背後都有一個什麼 財團 你注意看 日本有財團 韓國有財團 大陸地區有財團 你敢保證台灣地區沒有財團在操控你嗎 給你錢你就要聽我的 當然他很低調 我們看不出他躲在哪裡 對不對 當你了解這個真理之後 你有什麼好怕 死豬不怕燙啦 對不對 人就這樣嘛 隨意而安 所以不要動不動 就說我跟你拼了 聽聽就好 聽好 書是拿來讀的 不是拿來用 如果你用那個書 你會死掉 會死得很難看 來 一樣回到本題 這個 屬老五的你的吉祥顏色 方位 你的吉祥顏色在 你的吉祥顏色 綠色 綠色 你的吉祥方位在東方 桃花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桃花已經跟你講 女生的桃花在農藝的七月八月 那男生的桃花比較多啦 比較多啦 3月 6月 9月 12月也在講你的財 那顏色上來講 也講講貴人 利用過年一樣 這個一定要講 借氣 死氣 就不費力啊 你要借這個力啊 我不是常常跟你講 如果找我論命就知道 我會教你如何借氣死氣 用氣理氣調氣 然後長風俱氣 那不是每個人可以來論命嗎 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就用春節要去親戚拜拜嘛 先打聽一下他生效說什麼 如果你去拜你那個人 是屬豬的屬老鼠一百分 跟他好一點跟他講講話 最好跟他握握手 聽好 這個手一握啊 可以把他的氣吸進來 反之 你要是握到錯的人的手 你氣會被吸光 握手是不能隨便亂握的 可能不知道齁 你們應該在公園運動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有人會去爆樹 那個是很聰明的人耶 因為他把他身上那個晦氣啊 跟這個樹交換你知道嗎 哇那個很恐怖耶 其實會去爆樹摸樹 那個是高手 那個樹會死掉 trust me 他在躲爆經那個樹會死掉 所以這個叫 借氣 死氣 用氣 禮氣 調氣 然後長風俱氣 豬跟老鼠有空去跟他拜個年 可以的話握握手 那如果剛好你是屬老鼠的 你的那一個partner 剛好是豬跟老鼠 那叫做水乳交融 恭喜你100分 我不是說這兩個身教以外不好 不是 不要這樣解釋齁 因為有時候人就這樣 跟你講那個講那個 你就會疑神疑鬼 所以現在還有10個身教 就不能講功能齁 來 現在講講一樣還是跟各位講 屬老五的 因為你今年走的是偏財 再過來你過去殺虐過重 無時節以來 所以如果你要拜拜的話 地藏王菩薩可以拜 再過來 虛空葬菩薩 虛空常 虛空葬 還有地藏 都有一個葬 你會發現很奇怪 虛空常菩薩 地藏菩薩都一樣 那個常 要注意啊 為什麼 因為他在虛空當中 隱身在那裡 默默保護你 那你為什麼他要保護你 因為你畢竟執行這個殺業 是執行國家任務 比如說叫你去打仗 你能夠不殺敵人嗎 殺到最後 欸 你殺敵人對啦 是應該的 那敵人也是人家的小孩子啊 人家家裡也是有一個爸爸媽媽啊 那你不殺他會被他殺 他捅你 所以這種人一下來 投胎轉世 很容易變夫妻耶 有沒有 夫妻不是這樣嗎 邊做飯給你吃 然後邊罵你 然後邊瞪你 可是真的你生命的時候 他要照顧你 可是照顧好之後又嘲諷你 夫妻不是這樣嗎 仇人 仇人 很多仇人是在戰場上認識的 所以因為你在戰場上殺他 眼睛有個莫娜事 所以投胎轉世你看到那個人 欸我對那個人有一種特殊的感覺 你也沒有講感覺是好還是好 欸我對那個人好像很熟 廢話 上輩子你們拿刀砍死在那裡 當然很熟 最後一眼有沒有 最後一眼 好 那原則上一樣齁 虛空上菩薩還有地上菩薩 蘇拉伍德 然後一樣 來中間寫你的名字 國力農力的生日寫上去 然後你可以求桃花 求這個富貴 求財 求平安 求工作也可以 如果要求職也可以 那萬一求職都求不到怎麼辦 他會出面子喔 那你乾脆創業法 你就可以去創業了 也很好玩 來抽抽圈來 來 現在這個虎南 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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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知道2024年的運勢 來 來 現在第一五手 借老師之手 第一五口 借老師之口 來 虎南 Tiger Tiger Tora Tora 來這一隻 唉呀 這一隻什麼 唉唷 唉唷 你要注意喔 虎南 Look here Look here 這個水三檢 水淹到山頂了 壞咧 壞咧 這個掛不好 虎南要注意喔 你在2024年要注意喔 齁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 3 6 9 12 你可能要曝光 如果你已經結婚了 還是有固定女朋友的虎南 要注意 聽好聽好 呼叫虎南 如果你已經結婚了 有固定女朋友 你不要吃婉來看婉婉 這個水三檢公 水淹什麼 金山寺 白痕啦 會曝光喔 如果你在外面有從事一些 比較特殊的行業 拿了不該拿的錢 灰色的不一樣 灰色拿的錢 是他認為該拿的 我現在是說講白的 白道你要注意 白道很多錢不可以拿 齁 友誼之力 不可取 只要這個來源有問題 你看 現在白道多可憐 喝個酒也不行 進個會館去 商一下也不行 誰叫你要當官 你像我們要去哪裡商 只要你錢夠 誰理你 對不對 我們只是沒有錢 錢到用紙放很少而已 如果錢多一點到那裡去 歡迎光臨 歡迎再來 因為你是當官者 就不能去喔 這個水淹姐跟你講會曝光 所以要低調啦 說真的 這支掛 不利白道 有利灰道 灰道就是怕什麼 你就不能取 本來取 你應該得了錢 來 講講女生 這個虎女 想要知道 2020年整年的運勢 in general 現在第一五手 借老師之手 第一五口 借老師之口 有借有還 再借不難 來 這一支 唉呀 這支什麼掛 這支什麼掛 C037 最公出名牌 以前那個大家樂 真的太瘋了 我太太常常接到電話 你昨天問到什麼 我太太說 我怎麼知道昨天問到什麼 還有人問我太太你昨天問到什麼 太搞笑了 來 這一支喔 唉呀 這今天是怎樣呢 這支也不好 這支啊 叫做地火名儀掛 名儀是什麼 一隻鳥受傷 為什麼會受傷 地火 如果你這個火在上面 火地叫進 35掛叫進 你36掛 跟你說的 location站錯 虎女要注意啊 你location provision方形要注意看 這才跟你講 也是跟地跟火 那如果這個地 上面有火 叫火地進 現在我們promotion 你現在站到了 你站在地的下面 叫做地下火 我也還在跟你講 地下琴嗎 古代的不能講得太露骨 因為古代是 唯言大義啊 大家都讀書人 地火名儀 一隻鳥 一隻鳥 翅膀下垂 那一定是沒有力受傷 那不是在跟你講這個典故嗎 地火名儀相當不好 這個火生徒有一點洩氣 我剛不是跟你講無種氣嗎 煞氣 殺氣 泄氣 生氣旺氣 你這次掛有一點泄氣 所以泄氣就是這樣啦 不是很好 也不是太差 但是就有一點不太那個好 所以我也在跟你講 無奈 三生無奈 所以你要注意喔 扶你啊 你這次掛跟你講 2024不要亂投資 頂多失身 不要失財 如果那個男生跟你講 你不這樣的話 我們就 Gain over GG BBQ 你就跟他講 再見就再見啦 老娘還怕你 注意喔 這有一點泄氣啊 就是 騎虎南下 我錢不投資不給他 他要走 可是給他 我又怕他會虧本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嗎 節財趕快去買黃金嘛 注意這個理論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這兩隻都不太好 這個兩隻都不好 地火明儀 阿不 水三減 都不太好 都有點兇俗 老的 2024年你要有心理準備 一樣 多孝順父母 多做善事 不要殺生 我只能夠這樣幫你 那該做的方法 毛三道數 奇門頓獎跟你講 紅色的紅包來趕快做啦 好 這個 喜歡老師的視頻 按讚 分享 加入訂閱 開啟小叮噹 新的視頻上就會通知各位啦 那今天我講到這裡 祝各位平安喜樂 再過來 2024新的一年 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美滿喔 要幸福 要美滿喔 好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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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